發生了什麼事情 你要用什麼音樂 稍微調重一點 濃一點 其實觀眾看起來 也會覺得更豐富 更漂亮 各位孩子們早安 I'm Daddy 我是老爸 今天要來分享 做短影片這件事情 因為現在其實手機 相機 空拍機 取得都非常容易 也許你今天就隨手拿一個相機 隨手拿一個手機 就可以拍成影片 那把自己的生活做成影片 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等到也許你三年 五年 再回頭看這些影像 你自己都會覺得很開心 接下來什麼是設定主題呢 因為你拍一整天Vlog下來 往往你檔案拿回去的時候 你會沒辦法整理 而且你日後要再剪輯 再回看這段影片的時候 其實就會變得非常困難 所以我建議也 你在每天的一小段鐘 一小段鐘設立清楚的主題 這樣子日後整理 再跟你在編輯的時候 就會非常的清楚 第二點我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光圈 其實我在錄影的過程中 我非常習慣用光圈先卷 為什麼要用這個功能呢 有時候我們在Vlog的時候 有很多人 如果光圈太大的話 可能前面的人清楚 後面的人不清楚 這樣子家庭旅遊的錄影 就會有一點可惜 那如果能先決定好光圈呢 就可以很清楚的掌控整個影片的質感 第三點我要說的是調色 調色它真的有助於你去創造個人的風格 因為調出自己的顏色 你的觀眾看到就會覺得說 哇!這個影片可能就是你做的 而且有時候在黃昏或在綠色的時候 稍微調重一點、濃一點 其實觀眾看起來也會覺得更豐富、更漂亮 第四點我要講的是配樂跟節奏 什麼是配樂呢?配樂就是說你當時的那個狀況下 發生了什麼事情 你要用什麼音樂 比如說你現在去吃晚餐 當然就是用一個比較輕快的節奏 這樣吃起來大家會比較開心嘛 那如果是出遊呢 就要用一個比較高興的節奏 所以這個很重要 然後節奏的部分呢 有一點是一點小技巧啦 就是在你在做轉場 跟各方面一些變化的時候 最好是跟著音樂的斷點走 這樣整段影片看起來啊 觀眾會更有印象 記憶更深刻 再來我要講的啊 就是其實大部分的人 現在都是用手機 或者是用運動型相機來記錄 那使用的都是小卡 那小卡只要透過轉接卡 然後再經過讀卡機 這樣檔案啊 就可以轉到筆電 或者平板電腦 然後再進行編輯啊剪輯啊 就會非常的方便 而且我覺得啊 每次出去玩的影片啊 照片啊 真的都非常的珍貴 欸有時候去一個地方 一升就只有一次呢 所以我覺得啦 記憶卡的選擇 非常的重要 一定要選擇啊 有口皆悲的大品牌 我覺得像Kiston啊 他們就非常棒 他們的記憶卡是 產品終身保固喔 而且全台維修的據點也很多 也非常的方便 如果你啊 跟我一樣是懶得出門啊 其實你都可以直接透過線上客服 馬上就可以解決你的問題耶 真的非常的方便 我覺得很棒 大家可能啊 不了解什麼是線上客服 就是當你記憶卡遇到一些問題 像我以前啊 有時候轉卡會讀不到 或者是你的記憶卡 放在手機裡面讀不到 那時候你就可以直接在官網 找到他們的線上客服 它會解決你的問題 是不是像Kiston這樣的大上拍啊 在使用記憶卡的時候 真的覺得非常的安心 我覺得啊 你跟我一樣 如果是非常注重資料的安全性啊 我真的非常推薦 Kiston這樣子有保障的大平台 今天啊 非常謝謝大家的收看 今天分享了怎麼編輯影片的一些小技巧 底下的連結啊 有更多平常記憶卡應用的小嘗試 不要忘記去看喔 最後記得要訂閱 還有加入 Kiston官方的粉絲團 掰掰 拜拜